光丰地区农会去年向农委会提报绿色照护站设置计划 因为疫情的影响等到今年8月才正式核定开展 虽然有一些措手不及 不过相关课程和餐食服务早已经先行启动 而农会也花费了130多万元 将推广部旁边的古仓建筑空间重新调整利用 希望可以提供农村长者安全又舒适的共学共食环境 防疫期间计划核定来得突然 措手不及的光丰地区农会 暂时使用甲镇班研席教室开展上课 但是即便如此各项体验DIY运动等学习课程 以及餐食服务都不马虎 阿公阿嬷们认真上课快乐学习 计划月经农委会核定110年核定 目前都在陆续执行当中 第一个从我们的教室的改善 针对里面的无障碍厕所 场地的整个环境的整理也都在做 2020年农委会绿色照护站计划元年 光丰地区农会也积极提报计划来争取 无奈受到疫情冲击 直到今年8月才正式核定开展 为了提供农村长者一个安全且舒适的 共学共识环境农会也花费130多万元 将推广部旁的古仓建筑空间重新调整利用 未来将成为绿色照护站的基地 我们特地挪出一个空间来做一些空间的调整 预计大概在我们的10月初 预地就可以完成 让我们的长者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光丰地区农会绿色照护站8月开展 吸引25位农村长者参加 目前先行在家政班妈妈教师上课 邀请工艺、艺文或者保健等专业领域的人员担任讲师 上了五堂课下来 长者们都相当喜欢 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绿色照护站基地目前正积极赶工整治 预计最快11月份就可以完工 届时长者们就可以在安全舒适环境中 共学共餐 记得是预兰光复采访报道